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赞 订阅 转发 赞 订阅 转发 赞 订阅 自从你跟木兰见完面就闷闷不乐的 怎么了 没什么 咱俩多少年了 一起出生路死的 你心里有事我看不出来 那好吧 那我就不瞒你了 今天木兰来 是代表那面来劝我投降的 我猜到了 你有什么打算 出卖我 怎么可能呢 我想出卖你今天迟作来 我早就告诉你 我相信你也不会 那你打算怎么办 震头 现在城里的情况你也都看到了 如果再这么下去 那城里的百姓不是被冻刺饿死 就得死在炮火之下 我们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 不想着做点什么 无论做什么 我都支持你 那好吧 有件事情 你要替我去办 现在这边紧张东门的比较多有苦 对对 让我这会儿算说路 都快听你 报告 有人要见你 让他进来 是 黄震涛 你怎么来了 快 请坐 不坐了 清明让我给你带个信 看仔细了啊 明天十五里外清风镇 他在这儿等你 对了 你自己一个人去 我先走了 市长 你一个人去这儿太微笑了 不要对任何人家 我们又见面了 是啊 我已经决定了 起义 但你必须明白 我这次起义 不是因为惧怕你们共产党 当年我们一起打鬼子 是为了百姓能过上安稳的日子 今天我起义投诚也是为了百姓 也是为了百姓 杨志华 你要知道我这么做 是为了百姓 是对不起我大哥多年对我的栽培 但是为了济南城 几十万无辜的百姓 我这么做无怨无悔 不关您为什么 你搭样起义 我还是很高兴的 记得当年 咱们在木兰山 一起联手 打败了只野生难 现如今 我们又可以一起联手 解放济南城了 我说过了 我来的时间不多 公事谈完了 杨志华 我想跟你谈点私事 什么私事 木兰都跟我讲过 小华是我的亲生儿子 二十多年了 我刚刚知道 我要谢谢你 你替我养了二十多年的儿子 你照顾他成人 承担起一个做父亲的责任 你用你妻子和儿子的命 保住了他的命 我只想让你知道 这份情 我杜清明心领了 其实我做的一切 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 当年我答应了李秋白 我会用生命 来保护他的妹妹 你说这些 我心里都清楚 是否 我已经说过谢谢了 我已经说过谢谢了 想见见杨小华吗 他的部队离这儿不远 是 不必了 等起义之后 再烧吧 告辞了 去 去 怎么样 探到了 起义的细节由你去落实 陈涛 如果你现在反悔 还来得及 我不会怪你 你说什么呢 清明 我不早就跟你说过吗 我永远支持你 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现在的当国啊 贪污腐败的高官 我早就看不顺眼了 已经不是你我当初 维持效忠那个当国了 清明 但是你跟师座是兄弟啊 如果这么做 你不懂你背叛了他吗 自古忠义不能两全哪 但是你跟杨志华 落实具体细节的时候 替我要求 一定要保全我哥的性命 放心 拜托了 从来 你忙里偷闲 跑到我这儿来喝酒 平平 你干什么去了 这么久才回来 我跟震涛检查下城防公室 大哥 你这一个人喝闷酒 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古今共产党的大军 把济南城围了个水泄不通 今天王有武将军召开作战会议 我从他的谈话当中 感觉到了一丝绝望 这连总司令都已经绝望了 那我们还坚持个什么劲啊 我看不如 混账 说什么呢 我等受党国栽培 委员长恩惠 现在敌军濒临城下 我等不跟济南城共存亡 还是军人吗 那对了 你刚才的话还没说完 你说什么 还不如 我是说不如我们先撤出 清明 现在稳定军心非常重要 你刚才说的这些话 如果是当着别人 我定要军阀从事 好在现在只有你和我 就算我没听见 是 清明 都安排好了 吕总 为什么今天晚上 要我们突然换房 各位 你们都是我杜青年的生死队训 今天这么晚把你们请来 就是一个重大的决定 我已经和解放军的将领 达成了协议 定于今晚十二日 准时起 正式加入人民解放军的部队 吕总 我们听您的 对 吕总 请您下命令吧 不愧我杜青明的生死弟兄啊 有什么事 那我们把父亲的父亲 你现在看到了 是很深切 你你们都没听到 你这我们的父亲 司令 您找我 杜青明那边 有什么动静没有 一切如常 暂时 还没什么特别的地方 一切如常 这就不对了 这件事 难道就这么简单 报告司令 这是刚刚破译的一份电报 请司令过目 这就对了 你知道咱们对边的蒋外军 炮兵指挥官是谁吗 谁呀 杨志华 太好了 杨志华在城外 杜青明在城内 杜青明 杜青明 是想翻水的 青明 不会 他可是你的堂弟 你不知道 前段时间 青明 对咱们和共军内战 就持否定态度 我苦口婆心劝说他 他才留下来 如果他想翻水 也不是没有可能哪 那司令 您准备怎么办 炮兵 可和步兵不同啊 前段时间 滑遍的那些部队 都是些无核之重 走了就走了 但是炮兵 如果投了共党 恐怕 这一步 这个锦南城 是真的守不住了 战场之上 吴副子 别说 他守的堂弟 就是青年老子造也不行 可是现在我们是凭空猜测 没有掌握证据 这要是贸然动手 万一要是弄错了 只怕会事以愿违 那你说 有什么主意 司令 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们可以一时二年 好 就这么接电 给杜青明打电话 让他马上到司令部来开会 是 各位 成败在此一举了 马上回去通知你们的弟兄 对那些没把握的 就在起义之前 临时通知他们 逼他们下决心 另外 如果有图谋无鬼 想通风报信程 我看 明白明白 我的意思是说 尽量给弟兄们留条胜头 是 是 喂 施总 是 我马上过来 怎么了 司令部的电话 说有紧急会议 通知我马上过去 马上过去 这个时候要开会 而且还是临时通知 清明 我觉得这事想没那么简单 你想 今天司令突然来检查 一无所获 司令的委任已是清楚的 任何的风吹草动 都不会打消他的议论 吕作 来者不善啊 现在离起义 只剩两个小时了 这个时候您去司令部 恐怕会有危险呢 是啊 吕作 起义在即 只要再等两个小时 咱们一起杀出城去 看来今天白天的事 我大哥还是心存一粒 既然我大哥已经开始怀疑了 如果我不去的话 那就等于验证了他的猜错 他一定会紧急调动呈防部队的 那就危险了 我们的起义计划 也会功亏一篑 几位都会面临 巨大的风险呢 清明 这摆明了就是个圈套 如果到了起义的时间 你要是回不来的话 放心吧 我一定会想办法 在起义之前回来 吕作 那我们就在这儿等您 那可不行 各位 我再重申一遍 起义的时间 是雷达不动的 无论发生任何事情 不管我回不回来 都必须准时起义 明白吗 明白 明白 拜托了各位 放心 吕阳 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 吕阳 记得帮我给杨之华带句话 就是我承诺的 我会做到 我也希望 他能善待兄弟们 冯心 走 走了 四伯爷们 走 诸位 战事这么紧张 把大家招进来 有个重要的事情 要向大家宣布 命令 鉴于杜清明在战斗中 一贯优秀表现 城防司令部决定 任命杜清明为城防司令部 副参谋长 此命令即刻升下 赵贵 大哥 这什么意思啊 什么什么意思啊 你不明白啊 你小子升官了 怎么 不高兴 大哥 眼下战事这么紧张 我理应在前线拒敌啊 你把我调回森林部 这成什么事情了 正是因为战事紧张 我怕你在前面出事 才把你给调到我跟前来 不管怎么说 咱们杜嘉 就剩下你和我了 我不能看着 让你死在贡臣党的枪下 起义时间就快到了 那好吧 那我回去交接一下 马上回来 等等 交什么接啊 哪儿也不许去 就在那儿待着 你的那些东西 我会派人去取 大哥 你是不是听说什么了 准备 放 哪里开包 准备 集中火力 掩护其余部队出场 是 准备 准备 不许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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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令 我们东城遭受了炮魂的猛烈袭击 慌什么 司令 我们东城遭受了炮魂的猛烈袭击 报告司令 都城防线的两个报屏流画面 公主堵破了我们截眼防线 你说什么 再给我说一遍 报屏 报屏 报屏里都过了 你 真的是你 东启铭 这是真的 是真的吧 你要请给我回答我 是的 是我下的命令 为什么 你为什么这么做 说 我为了你 煞费苦尽 我一直对你 给予厚望 我杜家对你也给予厚望 你为什么这么做 为什么 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 你却选择背叛我 对不起了大哥 为了吉南城 我从数万百姓的性命 和我新儿市这些弟兄们的性命 我必须如此 好 既然你这么做 就别怪我 不念兄弟情了 来人 大子强 给我歇了 大哥 知青青马之间 为敌还想 让你想想 今日我军之败 不是败公军所赐 那是我们咎由自取 想当中国党如日中天 气势鼎盛 为什么短短三年时间 就落得今天这 兵败如山倒的下场 八年抗战 我军以优势的兵力 况且节节败退 可他们共产党呢 在敌后竟然 能打出一番天地来 他们的部队 竟然能壮大得这么迅猛 那是为什么 你想过吗 我们为什么不能好好 反思一下自己呢 我反思了 我反思我自己 我后悔 我后悔我当初 为什么会拍到你 杨志华这个马铺部队里 当他什么调官 没错 杨志华是来找我 可我今日投诚 不仅是因为他的权项 更不是因为我贪生怕死 我有心为党国效忠 可党国新人 一意孤兴 让我看不到未来 为什么他这盏雷山 说不爱了你我弟兄东清楚 不就是为了一党一己之私吗 大哥 我跟共党已经看清楚了 只要这次起义成功 你我弟兄可以安然卸下归天 我谢二世的所有弟兄 也都有出路啊 悬崖累马还来得及 你给我闭嘴 悬崖累马 我现在就来得死 大哥 我今天来 我就没想活着 为了吉南城 数万百姓 和仙儿师的所有弟兄 我知 是 我听说 我看见你 我 你不得 你能整个人 我 你这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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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长 环城涛他们来了 沈道 辛苦了 清明了 知华 清明让我亲手把这个东西交给你 并且让我转告你 他答应你的话 没有誓言 杜清明是个真正的军人 他没有誓言 我欠他的 市长 市长 总共时间到了 命令全体官兵 立刻发起总共 是 司令 司令 工军发起了总共 突破了我们的情言阵地 我们快守不住了 司令 怎么办 好汉不吃也千亏 我们不如 暂时撤入济南 保存实力 你下撤退命令吧 只要我们人还在 我们一定还会有机会的 光什么 共军还没打进来 你们自己掀乱了阵脚 听我说 今天 就是我们跟共产党 决于死战的时刻 作为党国的军人 为党国效忠的时刻到了 为了保卫济南 主位 要不怕牺牲 永往直前 英勇杀敌者 论功行赏 林阵逃脱者 杀无赦 不是下手不败命 实在是有心杀贼 无力回天 杜清明 杜清明 你现在满意了吧 满意了吧 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 大哥 认输吗 看看弟兄们 你忍心让他们在这场 不一致战争当破灰吗 你还看不出来吗 我相信大伙 在心里早就不愿意 打这场仗了 快逃 没来 死他 杜清明 压抚擎场 墙壁 走 走 慢 那儿 司令 无论如何 清明是你的兄弟 他也姓杜 可就剩下你们两个人了 司令 别这样 再很多嘴 连你一起 闭了 别走 走 走 咱呢 我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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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 很 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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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令到 秦明 秦明 事到如今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该说的我已经都说过了 没了 那好吧 当今之行事 我只能大赢你心的 我杀了你 就稳定不了军心 只是 我唯一遗憾的就是 没能让我留下一个吼 大哥 我明白你的心思 我也正想告诉你 前几天木兰来过 她告诉我 她的儿子 就是我们的儿子 我们杜家有后了 你说什么 这些都是李悟南告诉你的 我杜秦明今生无悍了 她母母子在共党里面 我也安心了 好 还好啦 就算你这一生 帮大哥我 最后一次忙吧 大哥 得民心得天下 眼下是 君心民心尽事啊 我 我想我和青阳 用不了多久 就会在地下 跟大哥团聚 以备 开枪 开枪 acá 很圣咯 这些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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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